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甄必詩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珍弟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 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抗疫 拼經濟反網報 好 今集 我們就說說這位 施啞晴 施啞晴說什麼呢 施啞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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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啞晴也叫得出 施啞晴這個男的 他有施啞晴 他和之前那位施啞晴都頂到陷 施啞晴當然是蘇格蘭民族黨的黨魁 兼這個蘇格蘭的 首席部長或者叫首席大臣 怎樣都好 翻譯不同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施啞晴女士 他 又有 新意思 他就說 只有獨立了 和獲得歐盟成員各身份 蘇格蘭 才可以從 低 升到高 是什麼低呢 就是低增長升到高增長 以及 高 就變成 是低 什麼高變成低呢 高到不平衡變成 低到不平衡 這個 就是經濟模式 新的經濟模式 才可以救蘇格蘭 所以蘇格蘭一定要獨立 其實在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運動期間 蘇格蘭人民 就 別人告訴他們 如果我們 對獨立 投下反對票的話 我們就可以 依賴 在英國 議會 因為他始終都有 蘇格蘭的 代表 那麼 就可以 為 蘇格蘭的經濟 帶來穩定性 因為始終 在英國議會 中央 還有一個 叫做 話事權 英國 議會 可以是 帶來這個經濟的利益 以前就是這樣說 這個世界就是利窮則散 不過現在施雅程 就說 現在正正是跟以前不同 因為現在我們得不到我們所有的利益 當然 亦都成為了 現在 蘇格蘭 獨立 運動 的一個新的賣點就是 現在很不穩定 經歷了卓慧斯之亂 新米城都未站穩陣腳 所以蘇獨的活動 是再次活躍的 尤其是現在蘇格蘭 這些叫做獨派 他們 就希望 買一樣東西 就有歐盟做撐腰 以前 就有這個 英國中央政府撐腰 他們可以說現在我們有整個歐盟撐腰 多厲害 貌似好像更好 只可以這麼說 很難判斷好還是不好 因為 未試過 但是 你看起來要貌似這個詞 都算準確 因為始終 我很簡單 因為現在 英國是 脫了歐都不好 你可以反正 如果我們留在歐盟 是不是會好一些 還有現在獨派 他們說的話 之前為什麼那麼多民眾 反對蘇獨 因為當時還是歐盟國家 現在我們不是了 我們需要歐盟 當然 英國 所謂的經濟力量 他們就說 現在看到英國的經濟力量不如歐盟 暫時來說也是 還有英國的 壓力也挺大 但是 即使在那時候 英國已經顯示出他們決定性的經濟特點 其實英國 那麼多年 尤其是約翰遜 掌權之下 不平等現象是加深了 加深了 我們昨晚有一支節目都說了 本來答應過的事情就做不到保守黨的中央政府 之前就說 為一些不發達地區帶來一些基建 現在還要緊縮政策 你怎樣有新的基建 其實都挺難的 那麼 現在英國在經歷什麼 就是低增長 低生產率 以及 以及 高度 不平等 還有一件事就是脫勾之後很多事情 不斷地湧現 一些不好的跡象湧現 離開歐盟 這個決定性 其實施雅程就說 根本 是毀滅性 也是違背了大多數蘇格蘭人的意願 本質上 疲惡和不穩定的經濟 似乎 已經 使英國 有一段時間有排埋 而且 英格蘭央行也警告 英國 將會進入 1930年代以來 最長的稅台 他們的 分析 是清晰地表明了 一些 特有的英國因素 令到一切變得更加造高 其中之一 無疑 是英國特有 便時脫勾 這個英格蘭央行也挺老實 脫勾真是帶來了不穩定因素 我們都說過就是 勞動人口 難解決 沒有解決 到現在都未解決 但是 雖然脫勾現在造成的 損害 越來越明顯 而且 證據越來越多 但是 沒有任何英國主要政黨 呼籲 返回歐盟 呼籲也沒有用過 別人肯不肯要你 事實上 工黨領袖 私己言 其實在這個問題上跟保守黨一樣 工黨 已經成為了 這個 最搞笑的是 親歐 黨魁領導的一個 脫勾 政黨 哈哈哈哈 其實他私竟然 都屬於親歐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的勢脫勾 他沒有理由 就算工黨執政 都不會把你推回去 因為已經做了就做了 如果不是整個國家 豈不是很沒面子 還有別人歐盟肯不肯要你就是最大的問題 這段時間以來 有個事實都很明確 蘇格蘭 是 很 想加入歐盟 所以現在 這個蘇格蘭 民族黨就很聰明 他知道民眾 想加入歐盟 所以他們現在賣的東西是什麼呢 詩雅晴就說 蘇格蘭 重獲歐盟成員國身份 以及帶來的經濟益儲 是大家都可以想像的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歐盟國家 但是 以前英國也很厲害 他也說 如果 我們要重新加入歐盟 以及 有經濟的高增長 唯一的方法 就是成為獨立的國家 以獨立國家身份加入歐盟 但是你說會不會真是高增長 我相信歐盟也很難高增長 但是你說 你想加入歐盟的確是要獨立才能加入歐盟 自從 2016年以來 蘇格蘭人對歐盟成員國的身份 的支持 是 與日俱爭 事實上 似乎英格蘭人 都很想 回歐盟 我們之前說過 游行要加入歐盟 所以 脫勾後太多問題了 你一直都解決不了 小不免都會想回以前的好日子 沒錯 所以 雖然工黨 在脫勾問題上保持沉默 但是 他們也知道 保持沉默 都是別人會說的 繼續會說的 其實 現在最明顯是甚麼呢 不單是經濟造成傷害 而且到下次大選 也可能 別人就會投這個 工黨 為甚麼呢 因為保守黨 卡梅倫 搞了這個 脫勾公投 搞到大家 只要這樣說他沒有政治的 勇氣和道德 搞到現在英國這樣 在日益 越來越陰沉的脫勾 這個陰霾之下 英國財政大臣 Jeremy Hunt 後進位 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應該就差不多是 發佈他的秋季 財政報告 大財政預算案 其實 他已經 發出警告 可以肯定是甚麼 大幅削減公共開支 加稅 所以呢 說了 所以大家都想 究竟 要多久才可以填 這個英國公共財政的黑洞 這個 所謂公共財政黑洞 就是400到500億 這個數字 因為錯誤的政治決定 不斷惡化 而且 是基於 關於怎樣 降低債務 和 這個 GDP 的比例 是一個 他們基於 不確定的預測 說真的 現在都是基於一個 不確定的預測 哪裏都是 誰可以跟我們說 確定 這件事後進位 是沒有錯的 他可以做的就是 兩件事 開完截留 開完就是 加稅 截留 減少公共支出 不是怎樣 你同樣記得 任何進一步的公共 支出削減 都會 令到大家 是很不開心的 遇到什麼 公共支出削減 你基建差了 其他教育 醫療那些可能差了 沒有那麼多錢 這個很現實 沒有錢就做不了 老闆 當然我們知道受通脹影響 蘇格蘭政府的預算 比去年12月設定時 減少了17億 但是 施亞程說 我們預算減少了17億 但我們 沒有從英國中央政府獲得 一個便是的額外撥款 那怎麼辦呢 還有 我補充最新的通脹 這個數字 昨天我說 破了11%是真的 不過就不是一個實數 因為我昨天看的時候 做節目的時候 現在 可以 說一說 現在的通脹就厲害了 現在的通脹 是 超過11% 超過11% 是創41年以來的新高 那怎麼辦呢 說真的 是11.1% 數字 3條1 創下了41年的新高 之前央行的目標是2% 那就有時間追 還有 如果 英國政府不是在10月份出台了限制 電力和天然氣價格上限的措施 通脹已經升了 是 更加多 通脹應該會達到13.8% 如果不是有這些措施 施雅程就真的說得很對 他就說 通脹那麼高我們怎麼活 還有我們沒有自主權 還有財政可持續性 是個關鍵問題 在新一輪的緊縮政策當中 很多人就說 尤其是經濟學家說會延長這個衰退期 令到長期可持續性更加難要實現 再加上脫勾 造成的負擔 還有內政大臣 對 減少移民的熱情 這個也挺好笑的 之前就說不夠人做工 但是 柏菲文 內政大臣貌似 有沒有發覺他對於移民不是很友善 所以很多BNO人都害怕 低技術那些他不歡迎 有新的移民進來 但幫不了他們當地 低技術 有些BNO人都很低技術 我不知道 看看誰要自己的對號入座 對 他們又不是低技術 有些是不適應 有些英文就比較差 有手有腳不用怕 他們經常說 在這種狀況之下 蘇格蘭政府就重新提出了這個獨立的 理由 就是要經濟獨立 所以現在蘇格蘭的 獨立活動家 有很多再次出來 包括施瓦晴自己也是 這些活動再次活躍的話 我就相信 你說是不是真的可以 脫嬰呢 我相信 經濟再差一點就真的可以 不過 我也想說 如果這一刻公投的話 很大機會 是的 不過 他現在就是這樣卡住你 卡住你 不給公投機會給你 中央政府 當然 施雅程就說 蘇格蘭已經制定了 設立了一個200億英鎊 的投資基金 當然 是利用 這些投資基金 因為北海 油田是近距離的 這個北海油田怎樣分配呢 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也說 用這些投資基金 就是 可以刺激 新獨立國家的增長 他 也說 英國 中央政府 不是那麼喜歡移民 我們不是 我們 會 量身訂造 新的移民政策 吸收大量的 移民 當然是高質的移民 他就說 如果我們在歐盟當中 我們是置身一個人口規模 是英國七倍的龐大單一市場 何樂而不為 當然如果 沒有必要成功的保證 我覺得施雅程就 不敢開聲 現在他就看到勢 好像是有利於獨立 你說對 如果明天 公投的話 滑海真是會成功的 滑海真是會成功的 當然他也說 你看蘇格蘭 一直 低增長 高不平衡 高不平等 我們怎樣可以更加好的生活道理 紫日博立 這就是唯一條路 當然現在他也不知道最新的 財值預算案是怎樣 滑海大派堂 對蘇格蘭 不過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敢說 因為未有最新的數據 好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各位再見 下次再見 in 再見 再見